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刘靳最后一滴血 誓死保卫唐德 我明白 战场上风有变化 没有一定能赢的战斗 如果守住了唐德 日本人退了 你想做什么 我不想做官 我想跟湘灵一起生活 那我是最平凡 最简单的生活 爹 我不想去前段步 不行 你跟着爹会很危险 我不怕 我就想看着刀打仗 看着刀打鬼子 剩下这面红旗 我想在这面红旗下冲锋 最后一次冲锋 放心 我一定会把它高高地挂起来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 男人打仗 就是为了要女人和孩子 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大人 奸 大人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我给你了 你要是不借我一件 我朋友可不答应 你不是伙计 反正昨天还打咱的警察 叫科兵 慢着 我虽然是警察 可我是真心来投告为他 那个魏九峰就在隔壁 躺得 完了 不行 还有一线生计 你有什么办法 赌 而且不值得一次 我们要赌四次 而且四次都要赢 错一次 就满盘戒术 赌平安 我弟弟被人绑架了 我需要你帮我 赌平安 答应你的五百块 交到你老婆手上了 佛线还给我吧 我不还 你说什么 何先生 我感觉到了 你对我女儿有益 就帮助祥林 把沈家扶持起来 人家 你走了 我不要走了 别人来 上 你 我 我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土匪 你现在总还来得及 这把枪借给我 好啊 那你必须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骗你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余市长 什么人 唐道警察 和平安 什么事 救人 救人 把你的兵给我 我到对面救人 我护住你 余市长 现在是偏死于战的时候 你要不屁一下 所有人都会死 给我五分钟 五分钟你不相信我 你可以帮我救地抢决 等等 五分钟 就五分钟 何平安 你是大英雄 可就是你 你这种大英雄 逼得我走投无路 是你毁了我 你太蠢了 你蠢到把自己的良心 卖给了真正的仇人 别说 你承认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